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整个的风向在转为比较偏暖湿的东南风 所以带来的空气比较温暖 然后也带来了一些水气 不过主要是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 西半部地区隔着一座山 感受上面就是完全不一样 那就只有感受到比较温暖的空气 然后同时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 降雨几率是非常低的天气 当然在这个暖湿的交界的情况之下 今天部分地区清晨的时候容易有浓雾 所以这个时间点开车的朋友们要注意浓雾 白天的阳光出来了之后 这个雾气应该就会散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只有10%很稳定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2度 现在已经18度了 那这个中午前后呢 可能22 23 24度的温度都可能碰得到 那么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也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4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也只有1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28度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 刚刚提到了 因为呢带来的是比较暖湿的东南风 所以呢东半部地区呢相对不稳定 那么晴时这个多云短暂雨 降雨几率呢是60% 白天的温度是16到24度 澎湖地区多云降雨几率是0 白天的温度是17到21度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礼拜天 终于可以迎接比较温暖 而相对稳定的天气 但是下个礼拜呢 这个波动幅度非常的大 先湿了 然后接着呢 后续呢在过年 这个过年期间可能会转为干冷 这个天气的变化幅度很大 所以这个礼拜享受一下阳光吧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息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18度 台中台南花莲17度 高雄宜兰15度 台东19度 澎湖16度 好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224点 收盘指数是38,333点 涨幅0.59%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172点 收盘指数是15,628点 涨幅1.12% 再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是涨了1.1% 标普呢则上涨了36.98点 收盘指数是4927点 涨幅0.76% 标普呢是创上了历史的新高 道琼也是创历史新高 而纳斯达克呢 则是来到两年来的高点 非城半导体呢 上涨了46.17点 收盘指数是4388.28点 涨幅1.06% 那其实呢 今天并没有太多的 这一些财报的讯息 或者是经济面的一些讯息 主要呢是美国财政部呢 公布了他这一季 他的这一个利率借款的 这个预期 那他预期是降低的 那因为他预期降低呢 就使得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 就开始往下滑 债券价格往上升 殖利率往下滑 对于推升股市呢 就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那么美国股市呢 在前半场看起来还在观望 等待这一些超级重量的 这一些公司呢 所公布的财报 但后半场就很明显的转强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气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1.23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6.78美元 跌幅1.58%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1.15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82.40美元 跌幅1.38% 原油价格呢 昨天也非常的戏剧化 在亚洲盘的时候呢 大涨 但是呢到了美国盘的时候呢 转为下跌 那么这里面呢 跟伊朗的情势啊 还有这个中东呢 暂时有没有扩大这件事情呢 亚洲认为暂时扩大的几率非常的高 但是美国盘的时候呢 美国的原油市场的投资人 则是认为美国应该会控制 让这个战火呢 不会再蔓延 所以呢 反而油价呢 是下跌的 好 不过原油市场是这样的反应 在贵金属的市场呢 则是另外一种情绪 因为呢 这个伊朗 或者是亲伊朗的民兵团体呢 攻击了约旦 还有叙利亚 这个附近的美军基地 导致呢 美军有三人死亡 25人受伤 现在呢 这件事情 使得战火会不会扩大 美军呢 誓言要报复 但是要如何的来报复 我们可以来观察 这个呢 使得在贵金属的市场当中呢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8.50美元 涨幅0.42% 每奥斯的报价是2044.60美元 这是这个明显的看到避险情绪 白银的期货呢 更是上涨了1.66% 铜的期货上涨了0.7% 把金的期货呢 则上涨了2.06% 另外我们再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的部分 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小涨了0.05个百分点 来到103.48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则是涨跌互建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小跌了2点 跌幅0.0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小涨了6点 涨幅0.09% 但德国法兰克指数小跌了19点 跌幅0.12%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呢 那么首先呢 是我们看到微软在上个星期五 它呢这个 它的市值超越了苹果 成为全球股市市值最高的公司之后呢 这个分歧还在扩大当中 微软呢在昨天晚上呢 继续上涨了1.43% 而苹果呢 则反而是下跌了0.36% 让他们的市值差距呢再度的扩大 而且呢 路透社上个礼拜呢 它访问了13家的法人 对于微软跟苹果的 这一个相关的未来的这个发展 那么他们一致的看好 微软在未来的五年之内呢 还会继续的市值是赢苹果的 事实上呢 微软并不是最赚钱的公司 它虽然是市值最大的公司 它其实呢就赚钱的能力上面 获利能力只排名第四 第一名呢是沙奥地阿拉伯石油公司 它一年获利2400多亿美元 第二名呢其实是苹果 苹果呢去年一整年的获利呢 是1176亿美元 第三名是巴菲特的波克夏 那一年呢赚103亿美元 微软相形之下呢 一年只有赚950亿美元 但是它现在是市值最高的 它反映的就是人工智慧 这个人工智慧呢 使得微软可以长期的维持 它的优势地位 这也是呢从去年一直到今年 AI当道很明显的一个方向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油价的震荡 那么美国美军呢 在约旦的基地 它其实距离伊朗还蛮远的 中间这个隔了有伊拉克 然后还隔了有这个叙利亚 然后接着才是约旦 而且约旦是很小很小的国家 然后相对贫穷 那么在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呢 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导致呢三位美军的死亡 以及25位这个美军的受伤 这个是呢 这个尾巴冲突以来呢 首度的出现美国军人的死伤的记录 好这件事情呢 引发在美国内部呢 是极强烈的情绪反应 那么这个拜登的扬言 要报复 而共和党呢 立刻要求拜登必须要攻打伊朗 而伊朗呢 就否认说呢 这件事情呢 是他们做的 好但是呢 后续这个地方 会不会因为美军呢 必须要采取报复的动作 而出现什么样子的变化 我们可以值得来观察 那我们如果从原油市场来看的话呢 在美国的原油市场的交易人 比较认为美军呢 应该会相对克制 他可能会攻击一些伊朗 或者亲伊朗的民兵的基地 作为报复 但是直接攻打伊朗的可能性 恐怕是相对偏低的 因为拜登究竟今年是要选举的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昨天呢 举行这个货币政策的会议 最后决定呢 维持现行的货币政策不变 那新加坡呢 它并不是用利率来控制货币 而是用汇率来控制货币 所以它的汇率呢 仍旧维持现行的政策不动 而且呢 那么因为呢 他们认为通膨呢 恐怕要到今年的下半年 才能够减换 没有那么快可以减换 所以呢要宽松货币呢 恐怕还要再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印度财政部昨天公布呢 从4月开始的下个财政年度 印度的经济成长率 估计可以上看7% 那么继续维持呢 在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当中呢 经济成长率最高的国家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在中美的科技战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些受惠的国家 比如说像越南 那目前呢 正在访问越南的美国特使 他呢 是美国的副国务卿 负责的是包括经济成长能源 还有环境啊 这方面的副国卿 他接受日经亚洲的访问的时候呢 提到说 美国的晶片法案呢 会这个挑选 7个国家 来作为他们注资 协助然后成为他们友善供应链的 这个目标 其中越南就是其中之一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在另外一方面中美之间呢 这是更加的紧张 那么现在呢 根据美国媒体呢 所拿到的资料显示 拜登政府呢 已经提案 要求云端供应商 包括了像是亚马逊啦 还有Alphabet旗下的Google啦 都必须要 能够将他们的云端的使用客户 包括他们的姓名 包括他们的IP位置 然后呢 通通都必须要收集 提供美国商务部 以避免大陆的客户利用云端呢 然后来作为他们的AI的运算 好 这使得中美客户战呢 达到了云端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昨天呢 那么在入港股当中呢 最受瞩目的是 这个恒大集团 他们在香港呢 那么已经有 他的债权人呢 很早在2022年6月的时候 就提出清盘的这一个命令 但是呢 一直拖延了一年半之后呢 那么在昨天 香港高等法院 举行终极聆讯 那么中国恒大呢 再次的寻求延后清盘 但是呢 法官说 Enough is enough 所以呢 最后颁令呢 中国恒大清算 而且呢 已经委论了 中国恒大的清算人 这个呢 使得他的债权人 就目前这一个 恒大集团底下的 所有的资产 那么债权人呢 成为主导的主体 那么资如果不抵债的话呢 那债权人就会 全盘的接收所有的资产 如果呢 最后运作的结果 资产还能够比债权 多一点的话 那股东才会留下 一点点的权益 好 所以呢 昨天呢 恒大集团的股票呢 在香港 几乎呢 是全数的 那么打到了 大跌之后呢 甚至于像中国恒大呢 是停牌的 因为跌了21% 可是呢 这个消息啊 是不是代表的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的危机 另一波 还是他 甚至有人认为 说这个是触底的标志 目前呢 其实两种说法呢 是非常的不一致的 我们就看到 陆港股的表现 就相当的不一致 在陆股的部分呢 是大跌来回应这个讯息 上证综合指数大跌了 26点 刷盘指数2883.36点 跌幅0.92% 深圳城市大跌了180点 刷盘指数是8581.76点 跌幅更是高达2.06% 但是呢 在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呢 虽然有恒大 这个中国恒大的 这个停牌大跌21% 但是呢 香港恒生指数呢 人数上涨了137点 刷盘指数是16089点 涨幅0.86% 好 所以呢 这个事情 香港恒 这个中国恒大的 这个讯息 在未来的后续发展呢 值得来观察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开平高之后呢 一路震荡走高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上涨了124点 收盘指数是 18,119点 涨幅0.69% 再度的创下 波段的新高 而OTC市场呢 也上涨了1.87点 收盘指数是 236.10点 涨幅0.8% 外资呢 仍旧站在买方 在昨天继续买超了 127.7亿元 那么是昨天呢 上涨124点 最主要的工程 那么投信呢 也站在买方 买超15亿 自营商买超26.3亿 不过八大行库呢 顺势的减码 35亿元 同时呢 融资余额呢 也减少 好那这个外资呢 从上个 上上个礼拜四 台积电公布完 法说之后呢 它已经连续 七个交易日 买超台北股市 买超金额呢 已经累计达到了 达到了1748亿美元 1748亿新台币 对不起啊 这个是口误啊 1748亿新台币 那么使得它今年的 前半段的卖超 已经完全cover掉 然后呢 1月到昨天为止 反而是买超了 92.5亿元 好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台股的表现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央大学呢 所做的消费者信心调查 1月份呢 升底了72.14点 创下了22个月的新高 这里面呢 投资股票时机 这六大指向当中呢 投资股票时机 成长得最多 好另外我们看到呢 去年的不动产移转当中 看到了一个现象 拍卖创了历史新低 但是继承转移的动数 创下了历史新高 它反映的就是 世代的财富移转 现在呢 从婴儿潮转向 这个X世代呢 正在发生当中 好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跟陆港股 优优独的币港股市跟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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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市有形容